估计今天晚上要被咸死 废了 我好不容易弄了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菜 昨天晚上呢是在若尔盖县城住的 就一直在剪视频 弄了我好久啊 怎么现在才整出来 这个呢是准备出发了 还有300公里四个半小时 但我估计要六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到 反正今天到不了了 这个油线呢是加满了 2311 我看一下今天这一项油 能跑多少公里 下次我就好注意了 又来到了若尔盖的花府 但现在这个季节呢不是花期 若尔盖的花期呢是5月份开始 持续到8月 但6月下旬到7月 花期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也没什么看的 以前在那里面做过饭 还飞溜过一次无人机 想起来了 把无人机飞到了 那个木场 跟工作人员进去捡出来的 这一路过来速度能跑起来了 因为这边的路比较平 能上100 但我基本上就跑个80多的样子 不敢跑跳了 后面投的重 它会飘 尤其是在大火车经过的时候 它这边草原 因为没有遮挡物 风特别大 就一股强风吹来的话 能够把车都给我吹飞那种感觉 这会又变天了 脱离四川省 进入甘肃 对面的雪山 也在欢迎我的到来 想看到这个雪山的路被封住了 去不了 去不了 要是我刚刚下来的时候 有个水箱里面加水就好了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在这里露营了 环境又很好 又没有人打扰 对面呢 这是雪山 可以观看的美景 只是有点可惜啊 没加水 快六点钟了 下去找一找 加个水 该扎营了 再打扎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的帐篷它已经破了很久了 要来给它缝一下 把它缝好 两边都破了 每次都冲半天 晚上等一会儿 做一个四季豆 烂酥干饭 好久没做了呀 好久好久没有吃它了 这上了高原过后 真的是动两下 还高反上呢 帐篷大好 风太大了 到下面来做点饭 开展 菜楼好了 才想起盆子 最后嫌它这么没带 也没带其他的盆 这炉呢 三星在它变成一星的去了 不知道多久坏了的 没检查出门的时候 不知道要煮多久 这顿饭 估计要到12点了 虽然这个炉头的火 虽然只有一个 但我还是把饭给煮出来了 菜已备齐 就等焖一下就OK了 这个腊肉呢 是从家里面带出来的 滋滋冒油 火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我的心脏真的是不好呀 我天哪 我给它倒点盐 结果倒成这样子 估计今天晚上要被咸死 而且这个好难的弄出来呀 我天哪 这有个皱子 然后把这个皱子给抖掉了 天哪 废了 我好不容易弄了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菜 就这样给我废了 气死我了 真的气死我了 废了这一锅都废了 妈呀 还这么多盐巴 我真的不想浪费的这些菜 我给他们洗一洗 然后重新给它放进去吧 我觉得它还能吃 还可以拯救的 我的饭是终于做出来了 看一下 还是很漂亮的 肚子都快饿扁了 终于可以吃了 看一下 我不知道有多咸 因为那个盐 先尝一个吧 先尝一个吧 先有点心的准备 真棒 今天晚上不知道那一条水 够不够我喝的 我的心都在颤抖 煮了这么几个小时 结果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还好上米饭 挺合适的 光吃它的菜的话 要被咸死 因为辣肉它本身就是咸的 然后刚刚倒了半罐盐 现在那四季豆已经咸到 叮口 叮口 听得懂吗 但是 还好有大白米饭 就下一下 刚刚好 绑着绑着绑着 太咸了 等到明天 加点水给它煮成粥吧 还好我是一个双人帐篷 不然大人的完全都不够我放东西 乱的 一堆拍摄器材 充电的 移植的 这个比较小 鞋带方便 无人机 堆得满满的 但是一个大人帐的话 完全不够睡 这边的海拔已经是3500 到晚上气温就特别低 现在感觉好冷 我这是砍零下的睡袋 它居然好像都不暖 太冷 把秋衣秋裤都搓上了 我感觉我在过冬天了 一瞬间就转到冬天来了 太过于冷了 实在是不想动 外面桌椅那些也没收 明天再弄吧 应该没人拿 我想 好吧 想上个厕所也不想去 但是便走 睡觉吧